發發賢匯 吳組長 還有我們今天兩位的總監 林總監 還有我們的吳總監 還有各位品牌企業的品牌長跟總經理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本人代表經濟部工業局 很誠摯也很高興的歡迎各位來參加 我們品牌台灣計畫第二期的2017年的作業說明會 我們這個品牌台灣計畫第二期 基本上是從2012年開始的 品牌台灣計畫的第一期是從2006年開始 在2006到2011年 原則上是由我們國貿局來主政 在那個六年期間 讓台灣的企業都知道品牌發展的重要 什麼是品牌 所以我們那個六年第一期 我們是品牌綻放 就是讓大家都知道品牌的重要 那從2012年開始 經濟部工業局認為說 就經濟部認為說 我們企業知道品牌發展的重要 那可是呢 品牌不是只有做廣宣做推貿而已 我們需要針對企業的本質的這個部分 能夠要了解品牌發展的重要 所以在2012年開始 我們品牌第二期就移植到工業局這邊 工業局的角色 大概大家都知道 工業局的角色就是要協助企業 在體質上面的改善 在經營上面的改善 所以在品牌台灣計畫裡面 就是希望協助企業 在品牌經營方面的各種問題的協助跟輔導 所以再次的本人代表工業局 歡迎各位的參與 在我介紹我們這個品牌台灣計畫 第二期的資源 也就是2017年的福島計畫的資源之前 我們有準備了一段的VCR 請大家歡迎觀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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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VCR事實上是三個月前 我們在台北的2016台灣國際品牌的 班證典禮上面做的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基本上就是我們品牌 就是工業局的這個品牌 我們來台灣計畫呢 我們有針對台灣的前二十大的國際品牌 我們有做建架 然後這個建架的這個方式呢 我們是委託國際的管理部門公司 叫做Introgram 他每一年十月都會在紐約的證交所 敲他們的那個槌子說 全球的百大品牌有哪些 那我們就是用同樣的一模一樣的方式 去建架我們台灣的國際品牌 那剛才的VCR就是我們的前二十大的國際品牌有哪一些 那也藉由這個影片呢 我們期待 期許在座的各位 未來的你們的這個貴寶號你們的品牌呢 都能夠像我們台灣的這個前二十大的國際品牌一樣 能夠在全球綻放 能夠讓我們的這個品牌的價值 企業的品牌的價值能夠越來越好 越來越高 那接著就 就跟各位講 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 2017年的這個計畫的申請 還有我們工業局的品牌 台灣計畫的資源有哪些 那我想 針對剛才的那個影片 大家也都知道說 其實品牌 在我們從國際的這個雜誌 副比式雜誌說 21世紀的一個企業的競爭的差異 就是只有品牌 當你的品牌的價值高的時候 當你在做品牌的時候 你的這個 我們的企業的營收 它是可以相對來講 是比較能夠有自主權 能夠增加的 同樣呢 它的溢價的空間也相對的來說 會比較的高 那同樣的 當我們的品牌經營得很好 而且很強的時候 你的客戶 你的消費者 對於品牌的忠誠度提高的時候 我們可以降低我們的企業風險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當我的這個企業 我們的企業的品牌很強的時候 我們相對來講 我們在就業 就招商 招人才的時候 相對來講 比較優質的人力 也願意去到 比較好的品牌的 品牌形象的企業裡面去就業 所以在人才招募上面 其實也是一個加分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 我們的那個影片 在2016年我們台灣的全球 國際的這個品牌 前20大的國際品牌 就是在上面的這個榜單上面 那也期待未來各位的企業的名字 可以放在我們前20大的榜單上面 那我們這個工業局的這個品牌計畫 大概有一些的資源 那每一個品牌在經營上面 都會有不同的問題 那不同的產業也有不同的問題 然後品牌的企業的大小 有不同的品牌經營上面的問題 那同樣的我們在新品牌 老品牌跟這個小品牌 它的操作上面 它的想法它的策略還有它的定位 以及它的作業的方式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工業局的這個品牌計畫裡面 那我們就結合了我們有很多的這個團隊 那這個團隊裡面 除了台灣經濟研究院是 我們是單一窗口提供服務之外 那我們還有做品牌產業的研究 包括國內的還有國際的品牌的市場的發展 所以針對這些研究呢 我們都會放在我們的這個網站上面 那另外呢 我們在團隊裡面 也包括資撤會的科法所 還有包括工業院的計算中心 還有排創設計中心 還有智隆基金會 以及商法院之外 我們還有一批 大概將近30個品牌管理部門公司 那今天我們品牌管理部門公司 也有跟我們一起來 大概就坐在後面 我們等一下就 這個茶序的時間呢 也歡迎各位跟我們的管理部門公司 一起聊聊 那我們這些管理部門公司呢 包括國內的 還有國際的管理部門公司 那這些管理部門公司的 每一個管理部門公司的經驗 都非常的豐富 可是他們的專長也有一些的差異 有的是專注於品牌策略的發展 品牌組織的溝通 還有品牌國際市場的擴展等等 每一家品牌部門公司的經驗 跟他們的客戶都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各位對於未來在品牌的經營 品牌的執行上面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媒合 我們這一批強而有力的品牌管理部門公司 我們在102年到105年這前三年 我們在工業局的品牌計畫裡面 我們的成果大概很快跟大家講一下 過去這四年來我們累積了超過330 將近350個 50家的企業協助診斷跟輔導 在這個診斷輔導的結束之後 我們大概也去做了一些追蹤的調查 在這幾年的輔導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的品牌的價值 品牌的營收也超過了600多億 然後在新增 因為經過這個品牌輔導之後 他新增加的投資 包括國內或者國外也超過200億 那很重要的就是 當我們在講國際上的時候 在做品牌的國際化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全球的通路也超過了1萬 那這都是在過去這個品牌台灣計畫 這四年來我們的一些相對應的成果 那在整個計畫的團隊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每個企業當你要去經營品牌的時候 你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品牌計畫裡面 有不同的資源 那第一個資源呢 就是企業的品牌整段輔導 那這個企業品牌整段輔導 最主要的整段輔導的顧問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有將近30家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那我們協助的企業呢 是針對你的品牌的定位 你的品牌組織內部的溝通 因為過去早期大家都以為說 發展品牌只是做廣告啦 做做行銷啦 做做推廣啦 甚至去做做展覽啦 可是不是 我們現在發現其實品牌 你要從你的內部做起 品牌就像一個人 當你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它 就像我們去星巴克 跟去其他沒有名字的咖啡店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在高雄的星巴克 跟台北的星巴克 跟東京的星巴克 跟法國的星巴克 你進去的那種感受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這就是品牌 它不是只是做形象包裝而已 而是從每個員工 每個人身上做起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分項 就是要協助企業去釐清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企業的這個品牌的定位 我們這個企業的品牌的價值 然後我們如何去發展我們的品牌的策略 以及我們品牌的組織的內部的溝通等等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分項 然後第二個分項呢 就是品牌設計整段舞蹈 那就像剛才雖然說我們品牌 不是只是做形象推廣 可是當你開始做品牌 或者是說你是一個老品牌 要重新定位的時候 它可能會設置到你的一個 產品的包裝 產品的這個形象的設計等等 那所以我們在第二個分項呢 就是針對品牌設計的診斷跟輔導 那這個分項呢 就是由我們台灣創意設計這個中心來排放 來協助大家做這個分項的這個輔導 然後第三個分項呢 就是品牌制裁的預警輔導 那我們也知道說 當我們在推品牌的時候 如果你的商標或者你的品牌 沒有去做一個好好的管理跟保護的話 那很可能當你去打國際仗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的品牌的內容 可能是會被別人搶住 或者是說被別人 這個跟人家有有侵犯的制裁的去糾紛等等 所以當我們要打品牌戰的時候 品牌的制裁的管理跟保護 相對來講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也有在這四年來 我們也有看過幾個例子 他已經在台灣是個老品牌了 可是呢當他來招籠的時候 我們這個是支撤會的科码所 才發現說其實他的品牌的制裁 這個商標的部分 是被別人去所登記了 然後他們自己 雖然我們都知道是這個老品牌 可是因為他的商標是被別人登記了 所以他未來在發展 他的這個品牌的時候 就會相對來講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個第三個資源分項呢 就是品牌的制裁預警 制裁保護的這一塊 那第四個分項呢 這個相對來講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的產業 大部分都是製造業 很多是以製造業為主 所以製造業裡面呢 就會牽涉到一些專利布局 因為我們都是以技術 很多台灣的企業都是以技術起家 那在我們研發的新的產品 當你做品牌的時候 你發現說你的專利 是跟有採到別人的專利 這跟剛才的制裁保護 其實是有一體兩面的 一個是商標的保護 制裁權的保護 可是專利的部分的話 就是跟你們的專利布局有關 就像我們當年的HTC 跟Sansung的那個關係 就是因為他們的專利被Sansung告 所以就是讓我們的HTC 在經營品牌上面摔了一跤 所以這個專利布局相對來講 在尼卡品牌帳的時候 你要去做國際的品牌布局的時候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前面就是 有這些資源來協助企業 在發展品牌診斷跟輔導的資源 那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資源叫做 自由品牌推廣海外市場的貸款 我們也都知道說 當你要做品牌的行銷 品牌推廣到國際市場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 需要一些資金的投入 包括像海外品牌的商標權的註冊 還有通路的布局設計 人才培訓 民運周轉等等 在國外的這些花費 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會有提供貸款的資源 這個貸款的資源 我們大概也會有一系列的 應該就是有一些process 那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需要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品牌計畫這邊來提 前面講的都是我們品牌計畫的資源 我相信大家來 今天來這邊就很想知道 有這些資源 那我要怎麼申請 然後有哪些條件 第一個條件 最重要的就是 它一定要是我們台灣的品牌 如果是國際的品牌 就很抱歉 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政府的資源 這是納稅人的資源 所以我們是給國內的和法經營的企業 那同樣我們也希望 這個資源是要做品牌 如果你是要做OEM ODM 你要做代工的話 那很抱歉 就沒有在這個資源裡面 我們希望就是協助企業去發展自由品牌 所以我們希望企業的這個品牌 是在台灣以外的 至少有兩個地區以上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有些人說 我是自由品牌 可是我在台灣市場 還沒有開始 可是我想要開始怎麼辦 也可以 就是當我們的企業 自由品牌的營收呢 是在總營收20%以上 是自由品牌 就是在哈蘭的自由品牌 那這個也可以來申請 那我們的申請 這個有一些優先的考量 第一個就是工業局的這個中間企業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有很多隱形冠軍 那這個呢 它在某些市場是非常強的 可是呢 它不太曉得怎麼做品牌 那這個是中間企業 或者是說 這個優質評價 新興市場的這個補導業者 或者我們政府一些新的產業 創新方案支持的這個產業 那我們的補導的這個 這個收件是到4月7號 所以只剩下一個月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或者有需要的話 就趕緊跟我們的同仁聯絡 那這個申請的流程呢 我想這邊 大家參考就好了 那申請的資格呢 網站上面也有很多 就是已經把這些相關的文件 都放在網站上面 那這個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最重要的就是 有多少資源 就是政府提供的資源 是哪些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說 診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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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診斷案的話 那個企業界是不用付錢的 那因為診斷的時間也比較少 所以企業不用付錢 可是呢我們還是要申請 那要有一個審查的動作 那審查結束過了之後呢 那我們就管部就可以開始做 這個診斷的工作 那輔導案呢 就是廠商自籌款一半 然後政府補助一半 那我們一案呢 最多是150萬 那150萬就是政府最高 不是最多150萬 是政府最高補助金額是75萬 那業者呢 就是要自籌款75萬 或者你要更高 那這個是輔導案子 那包括設計制裁跟專利 那這個每一個案子的內容 大概會多多少少會不太一樣 可是如果你是第二年 我知道在座的有些企業是 去年就已經是我們很大的業者 那如果是第二年的話 你的自籌款就要相對60% 因為我們希望把這些資源 多一點給第一次參加的這個業者 那很多的資訊 會放在我們品牌台灣的官網上面 我們品牌台灣官網上面呢 除了我們的這個文件下載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很想要知道說 那過去的企業補導的內容 然後他們的成果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官網上面 都會把過去的成果放上去之外 那我們的這些優質的管理部分公司 平時也會提供他們對於品牌發展的 一些想法跟內容 還有他們的案例 會放在我們這個官網的文章上面 所以各位 我們相信經營品牌 都有很多的心理路程 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那很多資訊都放在官網上面 如果官網上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也歡迎把電話來給我們的同仁 那不管是說電話或者是說網站 還有同仁 都希望大家有多多利用 那再一次感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 謝謝